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十八大开幕发表报告后 中央政治局九位常委中的另外八人都在当天下午 出席了地方代表团的讨论活动 相关的新闻稿本来都是由官方在当天发出 不过唯独现任总理温家宝下团参加研讨的新闻 被延迟了一天之后才发布 这其中是否藏有玄机 我们的分析报道 11月8号上午 胡锦涛在十八大开幕上 发表了被外界认为是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没系 或者开倒车的报告后 当天下午并没有再出现 而另外八名政治局常委都下到地方各代表团进行讨论 其中习近平去了上海团 李克强去了山东团 贺国强去了福建团 而温家宝则去了天津团 中共喉舌新华社在8号当天 就发布了这些政治局常委参加地方代表团讨论的消息 不过不知道是有心还是无意 温家宝在天津团讨论的消息 并没有出现在8号的报道中 直到第二天 新华社才把温家宝和胡锦涛9号到江苏团讨论的消息综合在一起 对外公布 世界新闻网认为温家宝的活动被延迟一天才报道有三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技术上的失误 遗漏这篇稿件 另一种可能是政治上的安排 特意把温家宝的讲话和胡锦涛的放在一起 来体现胡温两人的地位与别人不同 再有一种可能则是温家宝的讨论讲话涉及敏感内容 需要经过审查决定能否发出 据大陆媒体报道 温家宝在出席自己所属的天津代表团讨论中提到 今后五年或者更长时间内 有三件事情重大而迫切 包括增加城乡收入 解决收入分配不公 把反腐败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和加强推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唐波乔也表示 中国政权在没有被逼上必须向人民低头的绝路时 不可能进行实质意义上的反腐